你不要跟我们走 你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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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东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的那个房租 我们还没有凑齐 你能不能才给我宽限几天 你不要害怕 我就是顺路上来的 顺便要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这个真的不用了 我们那个房租都还没有给 你还给我们拿东西 我们哪里能收啊 你拿回去吧 没事的没事的 我这个是春花费送的 你这是在干嘛小婷 你们这是在吃饭 你们平常就是吃这些啊 这我看都没有又也没有菜 你看小孩子那么小 吃这个能有营养吗 嗯 那个我们中午就简单 吃一点 然后晚上我给他煮个鸡蛋吃就可以了 嗯 哎 房东大哥你吃饭了没有 我给你盛点米饭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我吃过了 吃过了啊 我今天上来就是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嗯 我们那个房租的话 现在真的还没有凑齐 能不能再等两天啊 你放心我今天上来不是跟你说要那个房租的事情的 嗯 那那那是什么事情啊 我是有另外一个事要提前跟你说一下 好让你心里有个准备 什么事啊房东大哥你是不是要赶我们出去啊 我们真的没有地方去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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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吃饭先吧先吃晚饭再说吧 吃 嗯 我吃饱了你跟我到这边说吧 房东大哥你有什么事啊你说吧 嗯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说那三千块钱的房租你就不用给了 啊 房租不用给了 大哥你是不是嫌我们给的太慢了 我现在就给你借一点 给你凑一下行不行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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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钱真的不用你给了 再说你看我们借的这个就是老房子 有人住比较有勇气 这样就更不容易塌了 所以我们感谢你们才对 大哥你说这个是什么话呀 嗯 我们住了你的房子现在房租都还没有给 我是我要感谢你才对啊 要不是这个老房子的话 你跟孩子的话 都不知道住在哪里可能早就露出街头了 你这样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个嗯今天过来就是说这个事情吗 嗯我还有一个事情也想跟你说 嗯不知道怎么说比较好 嗯什么事啊你说吧只要不敢我们走就好 嗯嗯那我要跟你说现在让你提前有个准备吧 嗯什么事啊你说吧 嗯这个到时候可能你跟小孩子都可能都要搬走了 啊你这不是还是要给我们赶走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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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婷 我昨晚听我妈说 他们年纪都大了 准备要退休了 到时候退休他们想回来村子里面住 可能到时候要推翻要重新再盖 再修 可能下半年就准备动工了再重新修 可能到时候可能到时候你跟小孩子都要搬走了 哎修婷你不要跟我们走 你不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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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你快起来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就更难受了 你你你你你快点起来嘛 我走 你快点起来起来再说嘛起来再说 房东大哥我知道这个房子是你的 我也不是赖着不走 我这两天找到房子的话把小孩安东了 我就搬走行不行 你看我过来只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也不是想赶你们走的 以后你住的地方我还会跟你们一起想办法的 你看你带着孩子一起住在住里 也不是一个办法 大哥你也知道我还有两个孩子 我自己的话都是真的无所谓 住哪里都可以住在街上也没所谓 但是两个孩子还笑我不能不管他们 那个我知道我知道小婷 来我给你看个东西你看一下 什么 你看一下 这个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上次过来的 拍了你的视频记录了 然后发上去网上了 很多网友都在关注你关心你 特别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很关心你跟小孩子那个情况 他们在上面都留言都很想帮助你啊 关心你啊 这么多好人 这么多好人都在关心你 别哭了 没有 没有 我只是看到这些评论真的特别的感动 我真的没有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暖心的人 让我感到特别特别的温暖 你都不知道房东大哥 在我这个女儿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我老公他就走了 然后我婆婆和小叔子 为了那个赔偿款的事 就把我们三个给赶出来了 别难过了 现在不是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 都是爱鼓励你关心你吗 我怀着孕 独自带着女儿一个人生孩子 一个人大孩子 这两年 我真的很多哭很多累 只能一个人重受 但是看到了这么多好心人的平衡 让我仿佛看到了 看到了希望 人间人间的温暖 我感觉一下子都被爱包围了 这种感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跟你的粉丝说些呢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好心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 我看到有很多好心人 鼓励我支持我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人想跟我给孩子提供帮助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母亲 虽然我的生活过得没有别人那么好 但是我是有手有脚的 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生活过得好一点 也给孩子做好榜样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所以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的关心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会好好努力的 做一个坚强的母亲 幸福的过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